美國說在星期日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所展開的空襲行動辯護 伊拉克看守總理阿卜杜勒麥克迪在星期一向內閣說 他曾經嘗試阻止美國空襲但未能成功 空襲造成最少25人死亡幾十人受傷 阿卜杜勒麥克迪說這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並且已經要求和負責人進行面對面討論而不只是通過電話討論 他說當時對方說已經作出決定正在對他告知此事 而實際上伊拉克想告知安全官員就是無論是軍方的話哈希德都將會發生襲擊 美國國防部顯示了星期日從駕駛艙拍攝到的向伊朗支持的卡塔布真主黨武裝發動空襲的錄影視頻 美軍說這次行動是對上星期美國承包商在火箭襲擊當中被殺事件而作出的報復 卡塔布真主黨警告即將會作出回應 在那邊